梁雨还为了能见到自己逝去的亲人 竟然让自己躺进棺材里 他们的心理直打出 这是棺材里传来咯吱咯吱的声响 二人被吓得使劲敲棺材板 大家好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台湾惊悚恐怖片性力意愿 今天还是跟往常一样恐怖镜头不打麻 并且还会有无描恐怖预警提示到几时 请小伙伴们谨慎选择观看 老张头是一名道士 在镇上开办了一家关落音旅行团 她的工作是专门让活着的人去探视逝去的亲人 这个工作不是一般人能做的 要做这项工作的前提条件是 自己要身患肿命 因为这样才能容易见到鬼 老张头的儿子大壮表示以后不想从事这一行当 这是最后一次帮她的父亲 这天深夜 两位女子找到了张道士 名叫苏晓菱的女子 由于似乎心切想见自己死去的丈夫阿红 另一位名叫孟妙如的女子则想见自己的姐姐 老张头得知二人的来意 迅速开谈设法 一番操作后将二位逝去亲人的名字写在符咒上 然后让他们把符咒贴在自己的胸前 这个目的是让他们能够顺利找到自己的亲人 当他们以形似人走出房屋后 轮椅竟然自己动了一下 他们顺着楼梯来到了地下室太平间 老张头让他们二人躺进棺材里 他们一听 这老头没毛病吧 竟然让自己躺进棺材里 他们的心里直打出 但是为了能见到亲人 也硬着头皮躺地进去 这是棺材里传来咯吱咯吱的声响 二人被吓得使劲敲棺材吧 老张头听见呼救声赶紧拉出棺材 密闭的空间里真能把人吓死 大壮看见他们被吓得不轻 当场表示今天到此为止 可是他们依然坚持己见 今天必须见到亲人 紧接着 他们带上听诊器 这玩意能听到人类听不到的声音 苏晓菱她在门外听到了可怕的声音 推开门一看 原来这是一间手术室 苏晓菱的丈夫就死在这手术台上 老张头让她穿上手术副膛在手术台上 然后用刀在手臂上放顶穴 穴的腥味会把鬼吸引过来 一阵灯光闪烁 她进入了幻境当中 当她开门的那一刻 一阵尖叫声将她从幻境中下行 孟妙如来到自己姐姐身前上班的房间 原来她的姐姐是该医院的护士 因为出现医疗纠纷 医患关系紧张 实在不堪重负 从楼上一跃而下自杀身亡 话音刚落 孟妙如被一股神秘气流袭了过去 幸亏老张头及时用符咒救了她 但孟妙如依旧恳求张道是能够帮自己见到姐姐 老张头只好作罢 将制阴之水给她 这阴水能让凡人看到超自然的东西 苏晓菱一听 二人相互抢脱 阴水跌落在地洒了出来 这下坏了 医院内顿时阴风四起 阴水乃是制阴之物 会把医院里的鬼魂都引过来 此时孟妙如看见自己的姐姐后跑了过去 紧接着一个神穿白色衣服的鬼王推着轮衣走了出来 三人屏住呼吸 不料 老张头由于身患重症阳气不足 直接导致其被鬼王赴了身 这下把二人吓得四处逃窜 另一边 孟妙如和姐姐相拥在一起 不一会儿 二人不知为何一起从楼上跳了下去 由于老张头被鬼赴身 苏晓菱要想见到自己的丈夫 必须先让老张头回魂 当务之急先要找到老张头 由于鬼王属于至阴之身 他们利用阴水会流向医院内的至阴之地的方法来找鬼王 画面一转 鬼王正用刀将躺在手术台上的老张头干掉 而另一边 大头发是他们正顺着阴水寻找鬼王 不料鬼王出现在二人的面前 他们屏住呼吸逃过一劫 紧接着他们来到二位 眼前的场景让二人头皮发麻 这都是鬼王制造出来的假象 他们用着头皮穿过杭道 不料一下子进入幻境 眼前这位躺在病床的小孩 由于心脏病的原因 在手术的时候 中途心脏就停没能下手术台 也就变成了坐在轮椅上鬼魂 而她的母亲忍受不了失去亲人的痛苦 在医院的地下室太平建立自焚 结束自己的生命 成了医院内的女鬼王 而参与这次手术的护士就是孟妙如的姐姐 另一边 大壮也找到了父亲 可是老张头已经身份重伤 正当大壮与苏晓玲征承的时候 女鬼王突然现身 生成要将大壮的心脏取出来救她的儿子 老张头让苏晓玲赶紧将石油泼向鬼王 不料苏晓玲被鬼王悬于半空 就在万分关头 苏晓玲将手中的石油泼向了鬼王 大壮被救了下来 石油只能暂时取走鬼王 此时法器已经全部用完 大壮准备跑路 可是苏晓玲一意孤性 不见到丈夫是不罢休 老张头告诉她 人只有生命要结束时才能看见鬼魂 苏晓玲躺在手术台上割腕流血 在她迷流之际终于见到了她的丈夫 与此同时 老张头则抛下一句 让儿子今后不要再从事这一行当的话后 也失去了生命 至此以后 萧条的依然成为了网红灵异打卡的 影片最后 大壮听见楼下传来人的说话声 可是当她下去的时候 那个人竟然从她的身体穿过 原来他们一行四人已经全部是王 都已经变成了鬼魂 其实当你见到鬼的时候就意味着 你已经是个四人了 只不过都是在不停地徘徊循环罢了 屏幕前的朋友对该影片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呢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